作词 李宗盛 冷的风 黑的夜 看又是凌晨三点 存了一整天疲惫 错过了摩扳车 把自己管个烂醉 反正我无家可归 也许我们 愿相信可能 拼到了随后 可能也只有可能 难道我们 是被世界抛弃的人 还在为了做梦 一等再等 但至少我们 还有我们 千万个孤独的命魂 至少我们 还有我们 为了彼此奋不顾身 可否 离开 我们 有 可否 有 ! 回来了 这什么呀 李大嫂干什么事啊 礼物 给我的吗 是不是给我的 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我想想你 那我帮我冲在箱子里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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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嗯 我就是在笑 前天的時候我們還是那樣的關係 今天呢我們就手牽著手走在去上班的路上 我覺得滿好笑的 真有什麼好笑的呀 怎麼了 Charlie 你 FPS吧 Journey 我兒想起來你說你沒站到甚麼時候也叫你郭老師 這都在一起了我還叫你郭老師 這不是顯得有點生疏了嗎 不如我们换个生物吧 就叫你 虫种 不行 那 那要是不行的话 郭郭也行啊 听着跟昆虫一样 你能不能换个别的科目啊 那我想一想啊 不如我叫你郭先生吧 因为在民国时期 先生有老师的意思 也有老公的意思 郭先生 郭太太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郭先生 这是我的郭太太 好了好了 别闹了 都到学校门口了 这到学校门口怎么了 你还怕人看见啊 不是 行了 你快去店里吧 等我下班了 我来接你 可是这距离你下班来接我 还有十多个小时呢 我不想跟你分开 我也不想跟你分开啊 其实你仔细一想啊 咱俩离得也没多远啊 你好好上班 我好好上课 可是在我的字典里 这要不是一直待在一起 这就叫一滴恋 我不想跟你谈一滴恋 你怎么还跟个小孩一样啊 可是你不就是喜欢 这小孩的样子吗 对吧 对 那我看你态度这么好 不如我奖励你个 优优独播室吧 在这儿啊 就在这个我们认识 熟悉喜欢上你的地方 好了 快去店里吧 下班我来接你啊 嗯 嗯 去吧 拜拜 嗯 你们今天都怎么了 在聊什么呢 郭老师 你谈恋爱啊 是是是 不要聊跟课堂 无关的话题了 郭老师 你没有否认哦 什么时候开始吧 对对 没有 没有否认 对谁有 行了 行 行 行 别闹了 认真上课 没错 我是恋爱了 我 我 还不认识这个 是谁啊 是艾米学姐吗 是 这有什么大型小怪的呀 有 郭老师 你真的和艾米学姐恋爱了 这也太传奇了 对 这很传奇吗 传奇 可能你们是觉得 我比艾米学姐大很多岁吧 但其实岁数又算什么呢 陆信先生比徐广平 大了整整十八岁 温婷云和于轩基 整整差了三十二岁 那要说传奇的话 林徽音和梁思成是传奇 徐志摩和陆小曼是传奇 卓文君 舍弃贫富 下架司马向儒 这更是传奇啊 如果要是别的系的学生 感慨一下我的八卦 觉得是传奇 那也就罢了 你们可是历史系呀 未免见识也太少了 一切传奇 一切传奇 皆存在于历史 也存在于当下 历史和当下 是不可分割来看的 一切皆有可能 郭老师 那您能不能谈一谈 您的爱情传奇的细节呢 我们也想 深入学习研究一下 试试 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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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没问题 如果你们想听我的传奇爱情的话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 我要听你们的 这个月 我给大家布置一篇小论文 什么论文 你们回去以后 要把心里真正认为的一段传奇的故事 把它写出来 题材不限啊 当然当然 我也会写一篇的 到时候回来咱们比一下 谁的故事更传奇 好不好 好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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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在开始别再八卦了 升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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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早上 走 不跳 我都不跳 你不跳 你不跳 我跳 我跳 你其实还好 你不跳 我跳 你不跳 你不跳 今天我叫大家来呀 其实是有个目的的 你快说啊 急死了 别打岔 烂书本别紧张 没事没事没事 就是拒绝拒绝拒绝 别理气 你们差不多得了啊 你们肯定自己都看出来了 干什么了 我懂啊 这不就一个老师和一学生吗 对啊 在我们的眼里 只有师生关系 还有什么关系 反正我们是看不出来 我们情商低啊关键是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郭老师 那个五句话都讲得两句 对啊 那行吧 那个 我们家先生有点害羞 先生 没说错呀 教书都叫先生 不然 那我给大家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吧 刚认识你啊 还自我介绍他 我这生的跟你前不一样了 我现在是郭崇的女朋友 真逼 所以呢 按照备份来说 你们应该叫我一声二嫂 二嫂 二嫂 你知道郭老二在我们这儿叫老二 那应该怎么称呼 老二嫂 那也不是不行 老二嫂就老二嫂 那老二嫂今天坐在这儿呢 就给大家简单地说几句 哎呀 不对 背份乱 大嫂大嫂 你先说 谁大嫂 你呀 那么高兴啊 行 那大嫂不说 就是二嫂来了啊 那个弟妹我就不客气了 有点意思啊 你们四个兄弟呢 平时关系挺好 但是我怎么听说 要不是借着今天这个 给我开欢迎会的机会 你们已经好几天没聚了呢 你说你们都多大年纪了 还搞这种小矛盾 郭老二你们家这位 怎么着就谈个恋爱要疯了 我 你不公司 我都得了啊 但是呢 我觉得你们这么一闹也挺好的 因为我听说 你们把他臭骂了一顿 这一骂齐虎灌顶 所以我们俩就在一起了 多夜吧 哎 哎 这么着 郭老二既然事已至此 我们都心照不宣 都清楚了 我就问问啊 在那个一瞬间 你们俩是谁给谁表白的 这还用问呢 就郭老二那怂 不是 那个 肯定是艾米 太理想了吧 你那那那 我 非夜非夜啊 识别三日乃刮目相看 还真的是我表白的 你跟我们说说 你那天怎么表白的 表白了之后 又干点照片 我就顺其自然地 你们就说了一下 哎 那可不是 那天啊 郭老师 他站在我的面前 然后跟我说 艾米 其实我已经喜欢你 好久了 是不是 好久了 好久了啊 好久了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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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你就想从家里出来 真的 老大 这么家居发光 辛苦了 真的真的真的 走了走了 好嘞好嘞慢点啊 走了啊 好嘞 拜拜拜拜拜拜 哥你呢 啊 哎 咱们就散了啊 好了 散了散了散了啊 啊 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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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心啊 兄弟们 哎呀 哎呀 你这你这回去也太长时间了 干嘛去了 就是啊 哎 我跟老公送完艾米之后 半天没看见你 干嘛去了 这不得先哄睡了 才能不能享受 自由时光吗 哎呀 哎呀 这个我懂你 这女人就是需要哄 哎 哄完了你心里就踏实了 我也哄哄我们家倩倩 帮忙什么的 不是你们 你们一个 一个个都是一对一对的 想过我的感受吗 接着在老郭的车上 我已经吃饱了一把狗粮了 好不好 考虑一下我好不好 嗯 我可没让你上去啊 他们两个在车上啊 腻嘛 腻啊 单纯 单纯啊 这哪是腻啊 这是偷啊 你知道吗 太偷了 我现在发现 这个文化人这个浪起来 真是太浪了吧 你学学要怎么弄的啊 师傅 麻烦您的反光镜 故事镜往后调一调 艾米啊 老二 艾米 多好说啊 艾米 别能喝 艾米啊 干嘛 行行行行 来来来来 太能跑了 咱哥几个啊 先把这来之不易的 兄弟酒给喝了 来之不易的 不仅是兄弟酒 还有郭老二 你的爱情 二哥 祝你幸福 没错 但是 幸福肯定是要祝福的 但问题有个前提 我希望你可以 不要过多地去消耗 我们店长的精力 如果说迟到倒退的话 扣工资 就从你的混合里面扣 你都不关心你兄弟的精力吗 你精力很放逞 不用担心 来来来来 不是 爷爷有没有发现 这郭老二啊 自从谈恋爱之后 你看 满面冲光 跟打了鸡血一样 这不就是鲜花的魅力吗 不嘛 行行行行行 不开玩笑啊 说点正经的 我是真的得好好地感谢一下你们仨 也得感谢咱们那天吵的那一架 那你们骂得真对 一下给我骂一下 你们不是一直问我要一个答案吗 我今天为什么要带艾米来吃这顿饭 就是为了要还给你们 欠了你们那么久的那个答案 艾米 就是我喜欢的女人 这就是我要做的事 来 我敬你们一杯啊 是你们 让我明白了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 这答案啊 其实一直就在心里呢 不管你怎么隐藏 怎么视而不见 它始终会出现在你眼前 说得好 说得好 我有个提议啊 明月周末 咱们四个又聚在一起了 我们约一场友谊先生足球赛 我们多久没提球啊 人都以为我们球队写散了嘛 行了 看我同意 好嘞 你去不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 没有事 对我 以我对童儿多年的了解 他这么吞吞吐吐是必定有个好事 算好事 好玩吗 好玩 不是跟谁呀 反正永远就是一群男男女女 冷静 冷静 年轻吗 特别年轻 踢什么球啊 带我一个 我也要去 顾老二我咱一块一块 不是你们三个确定要去啊 必须的呀 当然啊 先生们共进退 一起了 一起了 好玩 确实是好事 确实 有男有女 真是够年轻人的 大鸣写上这个是吧 我也有 你不需要这个吗 大鸣 你们都来了 许多 带了这么多礼物 都不好拿吧 先生们 别发声了 过来吧 动吧 都来了 好 来 小朋友们 来 给你们带的零食 这个是你喜欢的呀 来 这里面 我们想吃的零食吗 来 这个给你 这个带我 你看他们三个玩得都挺开心的 因为你们都是孩子 没有代购 你说我们男人 为什么到了这个年龄啊 就越来越喜欢小孩了 你自己不还是个小孩 但是我想要个孩子 非常感谢你们几个能来啊 孩子们玩得特别开心 好 许多 子彦 从此以后这儿啊 不只是你们两个的家 也是我的家 欢迎你啊 陈先生 有位白医生来了 白医生 跟我没关系啊 那个 我 我叫了你 你怎么认识的 我 怪不得朋友叫给你点赞呢 我 我不是想着 这不换季了吗 给孩子们检查检查身体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就你们有故事 是 你今天发笑了 可以啊 怎么样啊 去跟他们一起玩 这样能飞得起来了 这一天太累了 跟小朋友在一起 开心是开心啊 就是他们啊 就跟上了发条一样 永远有使不完的劲 可不吗 哥儿几个是不是也是第一次 跟这么多小孩一起玩 对啊 不过我真没想到啊 这许多的肩上 扛着这么多重要的事 不过跟孩子在一起 确实挺好 看着他们整天无忧无虑的 自己的烦恼都没了 可不不 成年人啊 之所以每天忧心忠忠的 就是因为想的事太多了 是 我得跟你们分享个大事 什么事啊 我跟许多的呢 等会儿 你跟许多不会是有啊 这才同居多久啊 对啊 这么快就搞定了啊 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 你得注意一点 你这米可以先放在锅里 但是先别蒸熟呢呀 就是想给你们示范一下 什么就百发百中了 可以 好了吗你 我们俩准备去趟南京 南京 在南京上啊 我们俩去南京是要创业的 说不定 马上就要成立一下公司 什么肉吃啊 明日早啊高铁 明日早让我开车送你呗 去南京你送我干吗 那人家现在怀孕了不得送一下 保护什么对不对 这想什么呢 怎么了 我在想啊这个找资金开公司 确实是个挑战 而且还挺有风险的 可是这不是你一直想做的事吗 可是这事到眼前了 还是有挺多顾虑的 没有挑战 怎么能突破自己 这不是你一直想说的话吗 你想啊 咱们这个年龄了 其实 每个都有自己孤勇的事业 也就是舒适圈 想要走出这个舒适圈呢 确实是需要勇气的 但我觉得 你就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 我的勇气就是因为你不断地给我打气 就你刚才说得非常好 我都到了这个年龄了 什么都经历过了 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就应该走出当下人生的凭剑 打破那个曾经自我自私自以为是的我自己 我的先生 加油 合作愉快 永远愉快 死了 死了 怎么了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飞游过来送我们俩真正的目的 是不是想趁我走这几天开我车呀 演示不够好被看出来的是吧 我跟你说慢点开被够壮了 知道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这副驾驶 不能做其他女人 你俩这把狗粮撒的呀 真的是 先知道了 所有小姐姐全做货面好不好 货备箱够大了 就三盘 有点悬啊 装不下了 这么巧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那个 我刚送完童雨跟许多 然后送完之后路过这儿就看见在这儿 那蛮巧的 对了 这个 这个你拿着吧 你别多想啊 我是本来给他们做完 让他们带走的 后来他们忘了 所以就给你了 好 那 那走了 那行 那 那我走了 你一路顺风啊 嗯 哎我说你们两个人是来出菜还是来度米鱼的呀 哎等个等 哎 你不要讲啊 你饶菜啊 这兄弟 啊 我晓得了 你们肯定是来出菜 送的米鱼 啊是啊 就 您这是怎么看出来的啊 哈哈 我跟你讲 我们开出路车的 别问什么的 看什么 那就一个字 送啊 你们两个人呢 脸上消失似的 表情嘛 还有甜蜜的不得了 这一看嘛 就是两口子 嗯 但是看你们两个人的创作 啊 这一看嘛 应该是丧无人事 所以讲呢 你们两个人 出菜 送的米鱼啊对啊 哎呀 又堵喽 上海也堵 早晚都堵 堵一样 哎 我跟你讲 你说这个世界 早那么堵 科学家 怎么就没得人研究 让这个路 不那么堵呢 刘总 这是未来三天 您在南京的安排 您看一下 好 向大叔 怎么了 我晚上想跟你 请两个小时的假 店里这么忙又请假啊 嗯 你干嘛去啊 保密 好嘞 准了 哎牛 好 你好 童鱼先生您好 我是高鹤先生派来接您的 这边请 高总 沈总 童先生和许小姐已经到了 童先生 许小姐 来 请坐 我来介绍一下 我是腾飞网络的副总裁 沈臣 这是我们市场部负责人 王洪 这位是腾飞网络 这次谈判的总代表高鹤 你好 你好 高先生好 我是许多 这位是我方代表童鱼先生 童鱼先生 非常了解 全自动物流体系的真正缔造者 荣幸 我也很荣幸 前智东科技首席 许小姐是吗 百文不如一见 果然气质非凡 坐吧 谢谢您的夸奖了 高先生才是七语不凡 见到您很高兴 谢谢 开门见山 我的时间还蛮贵 对 许小姐之前给我发的资料 我都看过了 说实话 对比数据和文字 我更看重的是 童鱼先生真正的想法 今天早上我们两个在出租车上 司机说了一句特别有趣的话 他说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科学家 为什么没有一个科学家 真正可以解决交通的拥堵 你的回答是自动驾驶 这是我三年前的想法 我最近有了一些新想法 有点意思 就我了解你来 应该是寻求我们的资助的 以便继续你的自动驾驶项目 对吗 增驾驶一直是我的梦想 我非常地真实的 但最近这段时间 我离职在家 思考了很多 反省了很多 最后这些思考和反省 他们最终会上了一句话 一个自动驾驶 真的可以改变交通吗 改变不了交通 但是能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 没错 是可以更好 但是我想要的 是彻底地改变 所以说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 不是自动驾驶 而是智能交通系统 未来交通革命 不是单一某项技术提升 而是整个智能交通系统的全面运用 用智能思维去覆盖交通中每一个环节 将每一个行人 每一条道路 每一台车辆 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程序 而交通和道路 就是他们的运行平台 只要给予平台一个足够强大的智能程序 它就可以管理其他的此程序 这样整个交通便宛如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智能系统 无际时代来临 让所有的讯息行业互相连接 使得智能交通拥有无限可能 它会是全部路口智能红绿灯的合理分配 也会是智能交通预判引领 甚至会是城市高速智能控速的高级规划应用 它是从1到N拥有无限可能的智能掌控者 车辆 街道 路口 甚至是红绿灯 都是数据的一部分 数据合理分配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缜密的体系 最大程度的减少 甚至是完全消灭拥堵 给出行人更多效率 给安全更多保护 这将是一个全新的交通世界 可能我这个想法会有些疯狂 但是我希望 这一定会成为世界交通史上的 一次最新的恶心 谢谢 想法是好的 腾飞作为互联网行业的领军者 我相信你们现在想要进入智能科技这个行业 应该不是一步一去地跟随 也是想要做这个行业的老大吧 如果我给你们投资的话 你们什么时候拿出结果 或者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用力 我一直认为时间 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 刘先生 我是真的 带着非常真诚的态度来给你谈判的 你要知道 任何的企业或者个人 如果寻求我们资助的话 或多或少 会拿出自己的诚意或者改变 在这件事情上 你们必须要尊重我们的想法 高先生 我意思要带着满满的诚意过来 跟你们疗这个项目 不然我不会从上海 late到这儿 但是我想说的 我在跟你们聊的 不是一个项目 而是一个对于世界 交通行业的 革命性的设计 资本的市场瞬息万变 如果抓不住机会的话 行业的领腾阳 很有可能就会变成别人 同样一个项目 如果被别人盯上的话 我想 被人夺走成功的滋味 你比我更轻敷 没错 逐利 确实是市场的本质 但如果是眼里 只有逐利的话 那个不叫投资 叫买卖 在我眼里一个 合格的投资人 他不仅要有眼光和格局 还要有足够的耐心 和对我的信心 看来 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了 我刚才呢 只是很真诚地 在表达我的想法 我没有这个意思 真是一次难忘的谈判 乙方首先 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随后呢 又否定了甲方的要求和需求 火火这么大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可以了 今天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高总 童雨先生这个人 就是说话比较直接 希望你能理解啊 没关系 非常理解 对不起啊 浪费了各位宝贵的时间 但是我很开心 你们能听我把话说 谢谢 走吧 你是不是觉得我刚才又冲动了 好不容易得来机会 就被我给搞砸了 我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这就是你 你知道我想到这两个字 也是因为你 你在这棟科技第一天 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 交通 交通 你的这两个字交通啊 让我终身难忘 也是我想要 去攻克这个想法的起点 这么说我还是功臣喽 你是最大的功臣 其实我要告诉你 你今天说的这个项目 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的项目 我要回去上个洗手间 你在车上等我几分钟 我很快就回来 你刚刚为什么不上啊 忽然想上了不行啊 对 高总 你好 你好 sounds 慢点 还好 全开放道路的全自动 无人驾驶 速度大概有五十麦左右 完全没有辅助驾驶嘛 完全没有 这是半年前 在我们好朋友的婚礼上 童雨先生用了三天时间 做出的实验 也是我们公司 做的最真实的一次项目展示了 资料里为什么没有这个视频 因为童雨觉得 这只是一个实验 不是吹嘘的资本 我相信如果在别的团队 如果拿着这个视频 应该是一个讲故事很好的素材 非常好的素材 所以如果童雨拿着这个视频 去寻求投资的话 我相信你早已经拿出合同来了 但她并没有这么做 她敢于质疑自己 甚至否定了自己相对成熟的 自动驾驶项目 为什么 因为她不仅仅想要个投资 或者是一个舒适的温床 她是真的想彻底改变这个世界 她是个天才 她不会 去说一些美妙的故事 但她却会说不太好听的真话 我为她激动的情绪向您道歉 谢谢你的三分钟 想什么呢 没事 你啊 又要强颜欢笑了 我们呀 很多事情 要换个不同的角度去想 我们只要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 我们坚持下去就有意义 这只是第一次 对吗 请你不用劝我 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就即使咱们这事弹簧了 寄来之责案纸 就当旅游了呗 对吧 反正之前我已经答应你了 要带你出来放松一下 你倒是很机智啊 我带你出来出差 你进花现幅说带我旅游 说吧 明天想去哪儿 你想去哪儿 咱们就去哪儿 反正跟你在一起不管去哪儿 我都很开心 我怎么以前没发现 你那么会说呢 那不是因为今天逃去了吗 可是说实话今天这事 真不怪我 真不怪我 就怪你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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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腰怎么沉到了 尽嘴没亲腰着呀 没事吧 你过来一下这边这边 这边 这儿 这个坏蛋 高先生 你也算是领教过同女性格的人了吧 你只是对她印象深刻罢了 你要知道我们俩第一次见面差点没打起来 性格决定命运 伟大的创造者 又有几个性格奈斯的人呢 正相反 就是因为他们的叛逆 不妥协 不配合 这个世界才会不一样 我觉得啊 一个合格的投资人 前景胜过一切 这个项目确实让我震惊 许多呢 是我从小到大最信任的朋友 童语也是我见过最有才华的研发者 我相信他们 我希望 你也和我一样 相信他们 你说的话 和许小姐一样 好 那所以 接下来我们应该讨论的 不应该是童语啊 而是如何合作 童语的新公司 我肯定投资 那么 您呢 今天呢 非常开心 大家能来参加 植二星有限公司的项目提供活动 药十二星 永远有眼 在这儿供不应求不够卖 要不然你就直接开分店 当然得问问一个明白人 远色贴边镜在眼前 哪里眼前了 谁啊 人到一旁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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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奋斗 看好又怎样 被看见又怎样 朝鲜在眼里都 人到一旁怎样 旅程 出发 再加油 再加油 就算猛撞的头破选择 我的胃包占好勇气 为自己加油 即使有断的翅膀 我还有胸腰 继续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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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看了 要留下 dari 你脑 根 sabe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